大家好,我是郑言严峰,欢迎您收看嘉义词汇金讲 今天我们进行word list 2的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acly,acly是表示碱,就是酸和碱的那个碱 这个词呢,air呢,是定管词,古代的定管词,相当于现在的z 那么cly是表示灰烬 古代人发现植物烧成灰烬之后呢,里面是含有碱性物质的 所以这个词呢,是个古代词汇,这个词就印记,acly 下面一个词,lay,lay呢,air是相,lay呢,lay等于aside 是表示放置,放置在一边的,把身上的担子放在一边 那么你就减轻缓和了 下一个词,allage,allage呢,是表示无证据的陈述和宣称 al呢,表示已在,leg呢,不是大腿 它是表示lect,表示说 这个lect呢,我们有一个词lecture,是讲座 所以这个呢,它就表示说 那么一再的说,就表示宣称 下一个词,allage,allage呢,表示拥护和忠诚 那么拥护和忠诚,这个词的词根是legi 等于lge,它表示有臣服义务的 这个词呢,leg呢,后来我们经常会在一些 这个有法律的含义的地方呢,它表示法律 那么这个词根,那么这个词它不是大腿 它是来自于法律,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因为有臣服义务的 法律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词呢,它就是引申,后来引申为法律 这个词因为有臣服义务的 所以这个人呢,是表示有一定的忠诚和拥护 allage,就是这样来的 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是预言 allegory allegory是表示预言的意思 它等同于我们前面讲过的预言 叫fable fable 这个,它来自于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词根,叫al,g,o,r,e,r,n 来自于古代这个词 它叫预言式的解释 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了预言 下一个词 allegic 过敏的意思 是表示对什么什么讨厌 因为这个al呢,表示其他 al我们前面说过了 表示else,表示其他的 ergy呢,表示行为 对其他东西会产生的一种行为 叫做过敏 那么什么是过敏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过敏呢 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排他反应 比如说你的鼻子吸进了花粉 那么会引起你的打喷嚏 就是我们的身体想把这个花粉 这种异物给排出体外 这个就是过敏行为 你身上比如说起了这个红疹 接触到某些东西之后起了红疹 是因为你的身体不耐受 对这种物质不耐受 那么你的免疫系统 像希望把这个东西排除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过敏反应 所以呢,它叫排除其他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叫做过敏 Allergic 同时也表示对什么什么东西的讨厌 好,先看下一个词 Elevate Elevate是表示缓和和减轻 Air呢,表示一再 Lev呢,表示轻 减轻 Lev为什么表示轻呢 我们学过一个词 Elevator Elevator是什么 电梯 Elevate呢,表示举起和升高 所以Lev呢,就是举起的意思 所以举起来的东西之后它就变轻了 那么,所以这个词叫减轻和缓和 下一个词 Locate Locate呢,是表示配极和分配 Air是一再 Loc呢,是Locate Locate是表示地方 给你分出一个地方 所以叫分配 分出一个空间 所以叫Allocate 下一个词 Allurance Allurance表示津贴和补助 还表示承认和允许 作为津贴和补助来讲 A-L-O-W 表示定量 补助是定量发放的 所以呢,这个词的词根就是这样来的 Alone 同时呢,它作为一个动词来说 它表示允许 所以呢,它的名词形式叫Allurance 它也有承认和允许之一 我们看下一个词 Allude Allude表示间接提到 暗指 L-U-D-E呢,是一个重要的词根 它是表示游戏 在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 跟L-U-D-E 表示游戏的这样的含义的单词 那么它是指在游戏中说 就是嬉笑怒骂之中 说出来的东西 是一种暗示 就不明着讲 所以叫间接提到 暗指 看下一个词 Alluring Alluring表示吸引人的 迷人的 它这个单词呢,主要是来自于前面这部分 A-L-U-R-E A-L-U-R-E呢,表示引诱 Allure 这个词是老词了 四级单词 而U-R-E本身就是一个单词 它相当于B-A-I-T U-R 这个BIT呢,前面我们讲 A字头的单词的时候也讲过 它等于当时有一个词根叫B-E-T 叫B-E-T 所以它本身就U-R的意思 Alluring呢,就表示它的形容词 表示吸引人的,迷人的 像我们有一些说一些女性 长得比较吸引人 吸引人,比较迷人 就是用的这个词Alluring 下一个词Aloft Aloft是指在空中的,表示鸽楼 主要是来自鸽楼L-O-F-T 那么它还表示鸽子房 那么这个词呢 就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中国有部电影 电视剧叫做《奋斗》 那里面那些男女主人公啊 他们住的地方叫Aloft 当时这个词流行了好一阵 Aloft在空中 这个呢,是注意 它是个副词的词性 下面一个Aloof Aloof呢,是表示冷淡的 孤零的,这个词很好记 前面一个A,最后一个F A和F之间有100米长的路 离得太远了 所以就彼此疏远了 就冷淡了,孤零了 这个词 100米 我们通过100米还能记住一个英语单词 L-O-O-M loom loom表示隐约 同时还表示另一个词,叫织布基 这个100米 就从一种东西变到另一种东西 那么哪来的变呢? 因为Al等于else等于其他的 从你变到了其他的东西 那么你就被改变了 那么我们口语中常用的一个流行语 叫做U-O-T了 就是U-O-T了 这个广告中一开始用的之后 就是大家都用 这个U-O-T了 它的谐音呢 就等于是U-O-T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O-T还有一个含义 表示眼隔 所以你说U-O-T的时候呢 如果对方是个男的 你等于骂他是个太监 所以这个呢 还是少说 如果对方不知道嘛 你说说算了 如果对方知道 就有点搞笑的意味 好我们看下一个词 Alternate Alternate呢 也是来自于上一个词 它主要是上一个词的 这个形容词和动词 这个词的词性比较多 还有一个名词词性 形容词呢 它表示轮流的交替的 作为动词来说 它表示轮流交替 作为名词呢 它表示候选人 代替性的选择 这个词呢 主要是二者取其一 这种含义 代替性的 就是你一个方案不行 那么另一个 一个人不行 另一个人来代替 所以叫ordinate 就是这样的 这个词用的非常多 非常高频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面一个词 Atrusim Atrusim是表示利他主义 无私的 大公无私的 Atrusim 这是咱们国家 比较提倡的一种精神 那么这个词呢 它为什么利他的呢 因为A-L-T-R-U 点于Als 点于其他的 R-Sm是表示什么什么主义的后缀 所以这个词呢 叫利他主义 看下一个词 Aluminum 这个词 它是元素表中的铝元素 第13号元素 这个词没有什么好记得 就硬背就行了 因为这个词一般看一下 也就能记住了 Amagum 是混合物的意思 这个词呢 和下一个词 Amagment 是放到一起记 那么这个词 它本身来自Amagum 它来自混合物 它还指这个 拱合金 来自拱合金 那么它的根源呢 是因为去到A之后 A是表示贯词 就相当于Z 或者一个 Magma Magma 是 Magma 是这个 古代词里面的词根 它是表示软块 那么这个词呢 就形成了一个 叫混合物 这个词的记忆方法 是这样的 这个词比较对称 前面有个Am 最后也有个Am 中间有个Alg Alg呢 我们看成 A看成一个 Lg看成老公 Am 两个M中间 加了一个老公 就是这样记 Am你倒过来 看成M A看成妈 两个妈妈 加了一个 中间加了一个老公 这个也是一个 常用的一个记法 这个词 因为比较对称 所以看一看 也就记下来了 Amagment 也一样的 是它的动词 表示合并和混合 好 那么这一小节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